南投花卉加年華系列活動 埔里加年華日前在鎮帳以及各級名義代表的帶領之下 正式登場 花卉是埔里的一個特產 把花卉的元素帶進一個造型裡面 是別具有意義 那這活動是埔里很多在地的年輕人 來發想來規劃來執行 這是非常的難能可貴 在這些創意當中 他們結合了對長照的一個關懷 然後對於我們地球環保的一個關心 然後也對於弱勢族群的一個關懷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讓孩子過一個環保又有意義的聖誕節 縣議員黃世芳以及林芳宇表示 能夠利用在地特色素材 在加年華活動中展現出來 並結合環保等議題 相信也能夠讓更多人認識埔里 竟然能夠帶動埔里產業的發展 今天很高興能來參加我們 埔里政公所所舉辦的采接森巴 我相信這個每年 像今年來推行這個在地的花會 還有在地的紙 甚至是聖誕書的二手 我覺得這個創意非常好 可以把在地可以行銷到南投縣 甚至到全台灣 今年的主題不太一樣 是以花為主題 除了各個社團的參與之外 還有我們的花藝老師的 這個花藝創作 我相信可以讓大家耳目一新 縣議員王彩雲表示 今年活動特色是 埔里在地花會 環保回收玩具 再加上在地年輕人的創意 讓整個活動非常有看頭 也希望藉由年輕人的巧思 能夠讓更多人來推動環保觀念 讓大家都能夠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一個環保 還有我們埔里的花會 還有年輕人的創意想法 讓今天的采接應該是各有看頭 我相信在每個人精心的打扮之下 今年的采接一定會更熱鬧 更有創意 更環保 讓我們大家生活在一個很和諧 環境非常好的生活品質 副議長潘怡全表示 埔里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城鎮 也希望透過花會嘉年華的舉辦 能夠讓更多人認識埔里 並且能夠一起響應環保活動 讓我們的埔里未來能夠更美好 記者陳偉一 埔里採訪報導